一九六零年艾森豪在即將卸任總統之前 從太平洋第七艦隊搭乘直升機飛底松山機場 這是歷史上唯一一位踏上台灣土地的現任總統 艾森豪的台灣行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天一夜 但他到訪造成全台轟動 有五十萬人走上街頭夾到歡迎 馬路上還可以看到中美友好萬歲的巨型看板 好像嘉年華會一樣 下他的原山飯店也準備了傳統精緻的東方美食 讓艾森豪一家人難以忘懷 焦糖和色油油亮亮 烤的是麥芽糖一夜的上色風乾 飽滿如鏡酥脆外皮的鴨子 是烤了五十分鐘才有的美味 輕輕一刀從鴨胸划開 酥脆聲響從耳邊傳來 斜斜片上綜合醃料醃了一天的鴨肉 香氣隱約不比 薄皮帶著鮮嫩 沾上鮮香滋味的甜麵醬 這是1960年美國當時的總統艾森豪 來到台灣最難以忘懷的滋味 根據當時的豹仔 他的媳婦跟兒子也接受訪問就是 他們有共同的嗜好就是非常喜歡中華料理 也相信在中華民國台灣吃到的中華料理會是最正統的 為了圓道而來 熱愛中華料理的艾森豪吃的不負擔 當時全台頂尖的主廚們可都在圓山飯店後廚想破了頭 是什麼最道地又最能凸顯中華活活特色的菜肴呢 最簡單的蛋炒飯和炒麵成了艾森豪一家 抵達圓山飯店第一餐的主食之一 片皮鴨其實當時是叫烤鴨 還有廣東炒麵還有蛋炒飯 其實這個是最主要的三道主食 他那天據了解他特別吃了三塊的烤鴨跟一大盤的炒麵 他的媳婦是很喜歡吃糖醋排骨 其實會加一點點橙汁 這個也是關心到就是我們當年也都會從美國進口很多香吉式 所以這是橙汁排骨或是糖醋排骨 也都是美國人最喜歡的酸酸甜甜的口味 曾經二戰期間盟軍在歐洲戰場的最高統帥 這位戰功標柄的五星上將 也是擁有至高權力的美國總統 卻也甘願臣服在中華料理 既簡單又質樸的舌尖攻擊下 艾森豪的突襲視訊風訪台短短兩天一夜 但當時全台舉國歡騰 甚至要上國際的大事件 將上國政務司機部會來特強地提醒 政務司機部會來特強西加州 艾森豪來得非常突然 他其實是到前一天都還在考慮說 他能不能夠來 你說包括天氣的運輸 包括他其他的行程 他最後是從航空母艦上直接起飛到台灣 我们就是所谓的两位五星上将总统的见面 艾森豪至今是第一 也是唯一一位现役美国总统造访台湾 为了欢迎在冷战期间 自由世界中最坚定也最依靠的盟友丽丽 艾森豪的造访带来更多的是 中美同盟前途的一片光明 823炮战其实这个就是两岸局势 炮战对峙 其实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下 一个拥有核弹的国家的元首 这样的元首他愿意来台湾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国际宣传 他6月18号来访问 6月17号到6月19号 我们也刚刚知道 总共对于金门发了17万多发的炮弹 这不亚于在823炮弹最紧要关头那段时间 这样的一个弹量 不怕中共武力恫吓艾森豪只生死的路外访台 也难怪这份感动支持 让蒋介石不仅穿着军服 行军礼更代百官亲自借机 当时他从松山机场一路要到原生饭店来的时候 你看我刚刚我讲的不夸张 万头转动 对而且万人空巷几乎是有来到50万人次的这样的一个 我还看到甚至看到有那个报道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就是欢迎大家来这边欢迎艾森豪但是不要骑脚踏车来 还有这样的书吗 对对对就是大家都用走路走路来 然后影影影响交通 人民就很疯狂嘛就是人很多嘛 鼓掌欢迎夹道什么东西的 然后艾森豪也很开心 然后就像这样子 人民的热情富有高潮狂欢 举着中美友好的旗帜与艾森豪的肖像欢呼 车队从松山机场出来一路延伸到云山饭店前 9.5公里的路程艾森豪和蒋介石一路搭着1954年出产的精心长篷车 他站着会舞双手与沿街热情的台湾民族打招呼 小朋友呢还有穿着这个穿着舞蹈的服装在那边跳舞 活跃团在那边敲锣打鼓 那很多民众的就是就急在街上 就是一层一层的成神人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金农厅的客房区 曾经接待大量国王元首 这里是圆山饭店即进隐秘的金农厅客房区 早年圆山还只是行馆 金农厅就是最早初建成的高档客房 SN好一行人包含夫人儿子和媳妇 一共包下了90间房间 但当时的圆山也才100间客房而已 他带来的人真的是蛮多 而且是他是在位的美国总统 所以他的为安各方面还有随从 包括随行的官员会特别多 你现在听到有没有觉得他特别的安静 他是在我们饭店的一个后馆的这个部分 那你看到的这边的一个建筑 他是有一个很中国式的一个外表 但是却是有非常西式风格的一个特色 这就是来到当年1960年 艾森豪总统他下榻的一个新馆 那这个地方大概有20坪左右 是当时圆山饭店最大的一间房间 所以我们也称他为总统新馆 门上至今高挂艾森豪总统套房 古色古香的中国式宫殿建筑 60多年来依旧保留至当年华丽优雅 格局我们都没有去改变它 但是在1990年的时候 我们有重新装潢过一次 毕竟年代久远了 所以可能我们在资料上面所看到的 那些的设备已经都淘汰了 所以当年的地毯是红色的 当时的窗帘我们也都换过了 沙发也都换过 但是不变的是它的格局 我们都没有去动过 当年艾森豪总统套房 被铺上象征喜气尊荣的红色地毯 为了迎接热爱中华文化的美国卫客 房间内点布置的田径 又带有高贵尊荣 墙壁上挂着水墨国画 让艾森豪欣赏中世独有的绘画记忆 每个家具饰品当年可都是千条万选 玻璃茶几摆上鲜红玫瑰 进门左边还有台落地的电唱机 同志卓登配上白色四方形灯罩 房间内最奇特的装置 更配有三个叫人灵 那就是艾森豪总统他在房间里面 如果他随时需要他的水护 来进来帮他做服务的话 他会按灵 这个东西会是在总统的手上 这个东西是接收灵 会在水护的手上 所以我们一按下去 所以他的水护只要听到这个声音呢 就会立即开门进来 曾经服务过艾森豪的 原山老管家们透露 别看艾森豪是个容马一生的铁杆军人 他的一评笑 每句对话可都充满着迷人魅力 和艾克轻不说 他还特别入境随俗 哪怕筷子拿不好 吃东西都有困难 艾森豪也坚持不用倒叉代替 我们同事也根据他们所留下的资料描述 对他的服务是很舒服的 很舒坦的 也很从容的 也不会紧张 但毕竟是现任美国总统 拘犯艾森豪到哪 不止中外媒体一举一动备受管制 周遭的维安特勤 也都时时刻刻开启雷达扫描 低台的当天下午 艾森豪就在府前发表对台宣言 最令人期待的是当天晚上的国宴 111位座圣兵 集体华服出席 在中美两国元首共同举杯 替历史留下经典见证 艾森豪与老奖的双边互动 看似既亲密 又是多年并肩作战的反共战友 但小小的蛛丝马鸡 又能捕捉到两个人 一与老奖罗斯福的亲密互动 后来的所有的会谈那天 甚至到那个士林官邸去参加礼拜 走出来的时候 艾森豪夫人也都没有跟艾森豪并行 有时候是蒋介石牵着蒋夫人 艾森豪走在蒋夫人的旁边 有时候是蒋夫人挽着蒋介石 然后艾森豪走在她的旁边 她的夫人全部都是跟在后面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我自己对于外交礼 我没有特别去询问过 她的感觉中间不是那么 就是一个非常官方式的 然后没有很亲密的这种交往 令人狐疑 似亲非密的规矩气氛 是不是反映多年来 蒋介石看艾森豪对台反共的策略 略显失望 但两位五星上将总统初次见面 身为军人的惺惺相惜 无可破碑 全台热烈给予艾森豪的崇高翻译 也让这位美国最高元首的 亚洲毕业旅行满载如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